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聊今天的节目之前呢 首先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迎新年 祝团圆 百姓调解栏目 找到你公益寻人 重磅回归 如果您心中还有一个想见 却一直没有见到的人 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0371 6560 5388 我们将为您找到您日夜思念的他 好来聊聊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个故事 郑州市航空港区的郭先生呢 四年前与老伴离了婚 可是离完婚后 她的前妻就住在她家隔壁 并且时时刻刻监控着她的生活 夫妻离婚四年 前夫哭诉前妻无视生非 四处散播谣言 让她无地自容 冤家陆战 昔日夫妻又成邻居 他们之间又会上演怎样的争动 曾经38年的夫妻为何还会针锋相对 相互指责 老姐团队介入 两人矛盾究竟能否化解 你俩四个都比较倔强 关心不到我也 也没有沟通了 百姓调解 我的前妻住隔壁正在为您讲述 眼前痛哭流涕的这位就是求助人郭先生 他一见到调解员 就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委屈 他告诉调解员 近四年来 他的生活迟迟得不到平静 而跟他对抗的正是他隔壁的邻居 你不挪出去 我就一直邂逅你 郭先生的这位邻居究竟是谁呢 他又为什么要让郭先生从自己家里挪出去呢 他们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郭先生的这位邻居不是别人 而是他的前妻 从郭先生这里 我们了解到 他跟前妻结婚已经38年了 由于感情不合 四年前两人选择了离婚 奔向着离婚之后 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 终于可以互不干涉了 可是没想到 村里分房的时候 却又将两人的房子分到了一起 无意间 两人又成了左右邻居 这样一来 郭先生想过消停日子的想法 不但没有实现 反倒是天天挨骂 我的意思就是想 你就不跟男的女的 要听见女的一十块过去 桥门和全城 全小区都邂逅 邂逅你什么 邂逅我 我的意思是邂逅我上 我跟那些女的十块了 跟那些谁有关系了 今天求助目的也不指望说是结婚 就是他不能站住这 我给女的一十块他站住这 我需要有个我住 据郭先生说 他的前妻天天什么都不干 就竖着耳朵听他屋里的动静 只要他屋里面有女人说话 前妻肯定会赶来将他痛骂一顿 既然已经离婚了 郭先生的前妻 为什么还要时时刻刻地监视郭先生呢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决定去隔壁找找郭先生的前妻 有人吗 出路进来本来是方便 结果你们这真是冤家路在 简一直没人开门 郭先生说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这个小区居住 前妻平时会帮二儿子带孩子 现在他很有可能在二儿子家 于是我们和郭先生一起来到了他的二儿子家 那么郭先生的前妻会不会在这里呢 开门的是郭先生的二儿媳舒婷 一见面两个人就争执了起来 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矛盾 挑拳赶紧上前将两人分开 婆婆既然不在这里 那关于公婆之间的事情 她又是否知情呢 针对公婆目前的矛盾 二儿媳表示不愿意说太多 郭先生的前妻不在这里 她会不会在大儿子家呢 当调解团队赶到郭先生的大儿子家时 郭先生的前妻也没有在这里 那么针对公婆的问题 大儿媳怎么看呢 郭先生的公婆之间的事情之所以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是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他们作为晚辈的也不好多说什么 还是等见到公婆之后 让婆婆自己说 而郭先生却表示前妻很有可能是躲着不见她 这时郭先生又想到他和前妻的事当地村委会也知道 于是调解一行人又来到了当地的村委会寻求帮助 当地村干部试图用各种方式联系郭先生的前妻 但是却一直联系不上 无奈之下我们也只好先行离开 当天晚上郭先生再次给我们打来电话说 他的前妻已经从外面回来了 并且愿意配合我们和郭先生进行调解 第二天一早我们再次派出另一支调解团队来到了郭先生的家里 那么郭先生和前妻之间究竟有什么隔阂而闹得水火不容呢 调解员决定先到隔壁找郭先生的前妻美英了解情况 这位就是郭先生的前妻美英 刚一见面她就承认了辱骂前夫的事情 美英说她之所以辱骂丈夫是因为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她听到前妇家里有女人在说话 所以她怀疑前夫是在跟别的女人谈恋爱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才会辱骂前夫的 郭先生说在他们离婚的这四年里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弄得她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 她早就想结束这种处处受人监视的日子了 既然已经离婚 美英为什么还有这么奇怪的举动呢 难道在她的心里还有丈夫的一席之地吗 九月间我看她赶快去了 我说赶快去 我说回家就跟她做饭 她吃了 在这吃 这不也挺好吗 挺好 到十月初一上 她过来才能 搁着活着一百块钱 跟着一百块钱给你搁着 这是在套屋还是在你屋 在那里头 给你搁着一百块钱 搁着一百块钱 说起去年九月份的那次矛盾 美英也觉得非常委屈 她说她和前夫吵吵闹闹 在一起生活了将近四十年 四年前离婚的时候 她觉得一切都解脱了 可是孩子们却总还想让他们复婚 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 美英咽下了所有的委屈 主动向丈夫示好 给丈夫做饭 以求得复合 可是前夫却表现出一副 拒绝的姿态 她觉得这一切很不正常 经过她几天的观察 终于找到了原因 郭先生解释说 前妻口中的那名女子 是和她一起干活的公友 也是同一小区的邻居 对方只是偶尔串个门 过来说说话 借点东西而已 但是前妻却想歪了 她给前妻钱 是不想白吃她这顿饭 同时也决定与前妻划清界限 因为前妻无事生非的行为 让她实在任无可忍 都是个男的 要是一个女的 她没有一个男的 她没有这回事 一个女的 李掌柜的出去悬崖 你这个男的 我用去杂货的 已经离关了 就没有夫妻关系了 在所里不对 是不是 对 不对 但就承认 如果说 你还在乎她 还愿意像 为了两个儿子 还有孙子 再把这个家 像一家人一样 还是呵呵木木香 以前过日子 再就按照这样去说 我也不敢复婚 她也不会压我 虽然嘴上说着 不会复婚 但从高女士的 语气和行为上 能够明显感觉到 她其实很在意这段 曾经维系了 38年的感情 可是她的表达方式 却让前夫 郭先生无法接受 曹老师 您是怎么看待 这对特殊的邻居的 您觉得 他们有没有复婚的可能 这个是否复婚呢 其实取决于 他们最终的这个行为 但你看这个 郭老先生的前妻 或者说是他的老伴 其实你看着 他们这个年龄 再想一下 当时他们那个婚姻的结合 跟现在我们这种 婚姻的结合的出发点 是不太一样的 咱们现在好像更多的是 在一块开不开心 幸福幸福 我自己能不能到发展 但其实那个时候的婚姻 更多的是一种 制度性的婚姻 就好像是 我跟你在一块 先不图啥感情 就咱俩能够 搭伙过日子 有个伴 以后万一遇到啥困难了 你能帮帮我 是携起手来一块 陪伴的这种力量 所以我相信 这个郭老先生的老伴 现在这么的去 记挂着这郭老先生 即使嘴里 把他说的一无是出 那么讨厌 但是我发现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就是我一面讨厌着你 一面恨着你 但我同时又离不开你 这是什么力量 这就是习惯的力量 这就是你生活的日常 就是你那些 过碗瓢盆 摔摔打打的事情 你把精力都放在 这个上面上 一旦没有了 你还真的过不下去了 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种 羁绊的力量 所以要正视自己的内心 是啊 其实对于前妻的 这种监视和辱骂 郭老先生除了特别委屈之外 好像我们也没有看到 他有那种一别两宽的意思 但是该如何 让有一墙之隔的他们 消除他们心中的 这道新墙呢 四年后的他们 还能不能再续前缘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美英的话里 我们不难听出 他对前夫还是有感情的 既然美英对前夫 还有感情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 给前夫说呢 郭先生说 前妻这个人疑心特别重 经常怀疑他 四年前他们离婚 也是因为妻子 无故怀疑他 当时 郭先生和妻子 跟着旅行团去上海旅游 一行四五十人 其中有邻村的五六个熟人 有一天 老两口和邻村的一个老太太 三个人一起吃了顿饭 没想到这顿饭却引起了事端 郭先生说 都是一起出来玩呢 况且只是吃了顿饭 作为男士 吃饭多付点钱是应该的 自己没多想 可妻子却不依不饶 还因此与他发生了争吵 回家后 两个人的矛盾 开始发酵升级 后来我跟家妈妈呢 他往他家坐了坐 坐坐就来打我 我去吃 谁来打你 叫他坐 哦 那个小子来打你 叫他坐来打我 人家坐在哪里 人家早来了 早来了 我拎过去了 人家想想 母牛这儿会死 人家又害了媳婦 人家想想 别了我呢 人家都走过去了 他那美英为啥做呢 我说我也是个手干的 通过我呢 恰吹脚是说的 说了以后了 三五天中 不肯意了 一星期以后 就有个人卸我 一心卸我都 和国家说 太不意识了 而前妻美英说 结婚近四十年 丈夫始终 不跟他站在一起 也不和他好好沟通 总是回避问题 恨不得躲得远渊的 跟谁说话 打电话 基本上都是背着他 让他的心里 非常没有安全感 所以一回到家 见到丈夫 就想跟他吵 就这样 丈夫朵朵藏藏 不沟通的处理方式 让妻子怨声载道 四处发泄 两人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于是 在2016年11月 38年的夫妻 最终已离婚收场 可是没想到 离婚后 前妻美英 咽不下心中的怨气 才处处与前夫 郭先生作对 前妻对郭先生的 种种不满和宣泄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提奥学员了解情况后 认为郭先生 和前妻之间 沟通的太少 才会导致 今天这样的结果 他心里还有你 我的意思 包括给你做饭 他心里还有你 我刚才跟大姐也说 金无主持 人无完人 你们有一点毛病 有 我的涨百分之 是他的涨百分之 你多反思自己 多反省自己 不要把一些问题 都推到别人身上 你占百分之九十 我占百分之十 我不认为 一个家庭有矛盾 我跟你说 可以说各大屋是大半 你知道吗 是不是 听了调解员的权说 郭先生也开始反思自己 郭先生说 四年来 他一直单身 可前妻就是不信 离婚后 他也本想着和前妻 和平相处 可前妻一直干涉 他的自由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 造谣声势 慢慢的 他跟前妻的感情 越来越淡 他也很无奈 那么接下来调解团队 究竟会怎样帮助他们 其实他两个人的 我还是说性格问题 因为性格 我觉得他两个都比较倔强 也跟说严重一点 潜质 再用图画说 钻牛角尖 就认识 你想大姐嘛 怀疑这个 猜猜那个 他心里就不痛快 他比不痛快 就把一些脾气 都发泄到对方身上 他们之间沟通不好 没有沟通 然后发生到 相互的采疑 怀疑 然后关系慢慢输远 陪伴多了 他自然会沟通多 他再吵他 他这个情绪 释放的时候 在家里释放 如果说这个情绪 带着情绪跑了 今天不回家了 更糟糕了 除了不善于沟通以外 另外他们不知道 怎么沟通 也就是说 不知道怎么表达 他们动着一情 晓着一离 给他讲听这些道理 他们也能够 我想理解 能接受 调解中 郭先生不断地指责 前妻干涉他的自由 到处生事 而前妻则埋怨郭先生 没有意识到 这背后真正的原因 于是 随行的心理咨询师 让两个人面对面 彼此心平气和地 说出自己的心理话 最接受不了 他哪个地方 和这个大人 他造一件人事 就是光照一日 接受不了 他啥 他怀疑我 那作为你来说 就是一个女人 这个 她的一种需求 一种关怀 一种安全感 你可能在 很多时候 就是忽略了 关心不到位 理解不到位 也没有沟通了 你俩性格都比较倔强 就是说 你想干啥就干啥 他 大姐也是 也是这样 但是相互对方 都有位置 明确地告诉你 他采赢你 是他心里有你 他在乎你 非常在乎你 是这样 心理咨询师 细致分析了 前妻美英 一系列的行为 就是为了让郭先生 能够关心和陪伴他 多一点 可在郭先生眼里 却成了怨妇 而美英此时 一言不发 一直在哭 或许 心理咨询师的话 说到了她的心里 心理咨询师 也想让美英 学着换位思考 猜疑在婚姻中 有时候 是一颗定时炸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空间 比如说你的爱好 你的兴趣 你的朋友圈 我们不要干涉对方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如果大哥他心里没有你 没有这个家 他早都走了 心理咨询师 让双方敞开心扉 把对彼此的怨言释放出来 同时也让双方回顾彼此的美好 从而拉近他们新的距离 心理咨询师 采取角色互换的方式 让双方更加清晰地 认识到了彼此的需求 以及造成矛盾的关键问题 美英说 以后他再也不会采取极端的方式 来处理问题了 而郭先生这边 也明白了他在婚姻当中 对前妻关心不够 才造成了这样的误会 此时 郭先生的心意也发生了转变 看来 郭先生从内心来讲 也是希望和前妻和好如初的 但是眼下想要和好的话 郭先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才行 自己有什么毛病必须得改 得多念对方的好 老郭有这样一句话 立下不整官 刮地不踢鞋是不是 就是大起意思吧 在走在那个苹果院里 栗子树下 不要去付帽子 在走在刮地里不要去踢鞋 人家因为你偷刮来 其实你没有这个想法 既然大姐在乎你这一点 再能不能注意一点 注意大姐的心理感受 她有什么缺点来 你就多 也是多谅解 多站到她的角度上 去 听到这里 郭先生主动走到了前妻的面前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温暖眼前这个 看似冰冷的女人 叫我事也对不起你 这以后 按我的意思 是继续过 咱俩不找谁来生 胡想有点 贼人干干不干 还有啥条件 你就贴 叫你一条毛 要改了 啥条件没有 过日子也要这样 不要该去 计较以前的事 你计较计较不完 是不是 所以说相互谅解 宽容 这是最重要的 她是丈夫的生活 为什么要这样 你胜中证明 对对对对 再给你点个赞大哥 好 祝你们这个家庭 幸福 幸福啊 好好好 祝我们家庭幸福 好好好 牛年马上就要到来了 也祝你们 真是和好如初 把儿子孙子招集到家里 过一个幸福快乐的年 好不好 少年夫妻老来伴 疯疯流语携手几十年 彼此之间相互珍惜 信任 多一些沟通 多一些陪伴 才能避免产生矛盾 人到老年 才是人生相互支撑的开始啊 你赶皮儿 我包馅 老两口非常默契地 配合着彼此的动作 看着这真实而又温暖的画面 真的忍不住想要感慨一句 原来幸福 真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那么想要让这一刻的温馨 持续下去 他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曹老师 您给他们一些建议吧 现在是邻居啊 那你们现在不是想要近一点呢 什么叫近一点 既然当时咱们在一块 一块的心是觉得 有一个伴能够共同地参与一些事物 有一种参与感 从而能够有一种存在感 证实了我的身体 我的心都离不开这个人的话 不妨先跟邻居串门一样 双方都先多走动走动 有什么时候把对方叫过来 我让你帮个忙什么的 如果你能看到对方在我这 还是有用的 能给我生活提供点便利 其实对他心里那种隔阂的墙 就慢慢地一点一点再推倒了 当然了这个郭老先生老伴 嘴上也要留点情啊 你可以唠叨 但这个唠叨迁乱里面 不要含有那些乳妈的成分 谁听了这话心里会舒服啊 你可以就这些事物性的事唠叨 比如说你今天怎么又喝酒了 你今天衣服怎么穿的这么少 这些都是落实在这种关心 这种关怀上面 对方其实听了觉得有点唠叨 但内心还是能感受到这份爱的 多从这儿下功夫 慢慢慢慢你们都认可了 我的生活当中需要有你 还不能没有你的时候 你们俩可能离复婚也就不远了 需要有你又不能没有你 我觉得到这个程度 真的就像曹老师说的 可能就马上要复婚了 其实不去斤斤计较 尝试着去靠近对方 让彼此都能深切地感受到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才是老夫老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啊 好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三门侠市领宝县的桂花 最近被丈夫气的呀 这面部神经不停地抽搐 那她的丈夫究竟做了什么 会让她如此生气呢 为了不让妻子生气 她背景离乡25年 很少与家人联系 她要生谁的气的 你宁可不跟人家联系 也想让你俩 对了 好好的 不乐了 一次外出打工的经历 让夫妻俩矛盾升级 无法沟通 双手发抖 面部抽搐 究竟是怎样的过往 让她崩溃至此 我觉得我以前过来 都是生不如死 调解团队共同努力 能否让这对矛盾不断的夫妻 打破戒地 重归于好 我告诉你一个真相 不是这件事让我们生气了 而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百姓调解 走出过往的阴霾 正在为你讲述 画面中这一幕 发生在三门峡领保市 求助人桂花一见到我们 双眼就勤满了泪水 她说 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 自己过得并不开心 最近更是因为一件小事 两人闹得不可开交 以至于她的面部肌肉 都被气得出现了不断抽搐的情况 桂花的丈夫究竟做了什么 能把妻子气成这个样子呢 桂花告诉我们 丈夫这个人经常打牌 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因此不断发生争吵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成为 他们两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她希望通过这一次调解 能把他们之间的问题彻底解决掉 桂花说的这些是真的吗 桂花的丈夫 发龙告诉我们 她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打牌了 最近她之所以又经常出入麻将馆 都是被妻子给逼的 桂花的丈夫为什么这样说呢 她的妻子又如何逼她了呢 发龙说 她和妻子的主要经纪来源 是帮一些饭店送调料 半年前 妻子无缘无故说 她在送货的时候 贪污了一部分钱 一切之下 她就把仓库的钥匙还给了妻子 即便是这样 妻子仍是对她不放心 甚至将仓库的锁都更换了 于是从那以后 发龙无事可干 才会经常去麻将馆打牌 半年前 桂花为什么会怀疑丈夫拿钱了呢 发龙说 自己在麻将馆打牌 从来没有用过家里的一分钱 因为每次 她都是输了赦账 赢了底账 在这件事情上 妻子是真的冤枉了她 听到这里 桂花突然发火了 今天生意震惊 二姑娘今天考大说 小孩上学 三个孩子都在发家里 弄弄弄不起弄不起 她跟人家 买两块老板娘说 去回家看见我都够了 跟人家都说 回家我看见她都够了 我跟她不话说 我说我最多吃了饭 我想说 把家我都不想去 桂花说 不管打牌的钱 是从哪里来的 打牌总归是 浪费时间的 如果把这些时间 都用在挣钱上 不是更好吗 眼下她们的孩子 都在上学 用钱的地方 还有很多 但凡丈夫稍微 有点家庭责任感 就不会把 大把大把的时间 都浪费在打牌上 你是家庭的 一个顶娘座 这个大姐 因为这 从情绪上 一直生气压抑 从身体上 脸上 肌肉神经 也经常地跳牙 这个躲定啊 你得意识到 自己的错在哪 我确定就是打个牌 其实就打个小牌 发龙虽然觉得 调解员说的有道理 但是他仍认为 自己频繁打牌的行为 并不是什么太大的过错 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发龙告诉调解员 25年前 他和妻子从老家 来到领保做生意 为了赚钱 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送货 连个关系不错的朋友都没有 而且最要命的是 妻子也从来不让他跟家人联系 久而久之 他的生活里就只剩下工作了 心中的各种苦闷 无处宣泄 为了缓解各方面所带来的压力 他只能到麻将馆 去麻醉自己 以达到调解情绪的效果 听到这里 调解员感到疑惑的是 桂花为什么不让丈夫和家人联系呢 桂花说 丈夫小时候由于生病 左腿落下了残疾 30年前 被人退婚的他经别人介绍 认识了比自己大八岁的发龙 本以为自己的下架会换来婆家人的善待 但是事实却恰好相反 桂花说 和丈夫结婚的前五年 公婆和大姑姐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 和她发生争执 而丈夫对这一切却都熟视无睹 为此 她也被气得落下了手抖的毛病 提起当时的事情 桂花的情绪依然显得很是激动 给她结了婚的第二年 她妈给我补那个小年 说说是 用她老公公给拆地头给死那个小年 老可怜了 我的心也死 也相信 我说我要了是中 仰岸有20天 我不如小孩出来晒太阳 我说我才20来岁 也没那些信息 我看她邻居说 你是个啥子 我说我咋了 你吓了 我说我不吓呀 不吓你是那个 仰岸说做过女 给她闹过女 咱们可想说你都看不成 这都是能结婚的 桂花说 这件事情发生在 她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 当时她的公婆说 在外边捡了一个孩子 想让她和丈夫抱养 她也觉得孩子很可怜 所以也就没有多想 但是养了20多天之后 她却意外发现 这个孩子竟然是大姑姐的 桂花觉得公婆和大姑姐这样做 实在是太过分了 所以当时她把孩子归还之后 就和婆家人大吵了一架 从那之后 他们的纷争就再也没有停歇过 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 结婚五年后 桂花便和丈夫背井离乡 来到了领保打拼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就不愿意 再让丈夫和家人联系了 可能是时间太过久远 发龙真的已经不记得此事了 也可能是她不愿意再提及此事 当时的事情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不过话又说回来 事情都已经过去将近30年了 桂花还因此不让丈夫和家人联系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 说到这里 发龙显得有些激动 桂花的心里对丈夫 是有着说不完的委屈 并且从她和丈夫结婚的那天起 这委屈的感觉就已经开始萌生了 曹老师 您怎么看待桂花目前的这种激进崩溃的状态 这夫妻俩的问题您觉得是出在哪了 桂花经常会崩溃 取决于她心里是有气的 其实桂花在整个节目里面 她体现出来到现在为止 是很容易较真儿的一个人 较真儿又意味着认死理 也就是说她不允许生活里面 有那些模糊不清 黏黏糊糊的事发生在她身上 她一定要较个真儿 而且她对生活往往是有要求和标准的 一旦达不到这个要求 那不好意思 我就要用尽所有的办法达到这个要求 很明显桂花在刚开始嫁给她老公的时候 她心里就不是敞亮的畅快的 她说她的那个嫁叫下嫁 什么叫下嫁 就是我本来好好的我嫁给你 我的生活 我自己整个的人生都低了 那可能在桂花心里就想着 既然我在婚姻这个起跑线上 我已经落后于别人了 那我以后就要更加加把劲的 去超出别人超越别人了 因为她是一个较真儿的人 所以她可能时刻都有这种提防 在卯足就要往前冲的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我们说 如果奋斗生活的话是挺好的 但是用在夫妻相处的时候 很容易出问题 为什么 你从来就没有把老公当作是一个平等的 可以信赖的人 是的 我时刻都会觉得她可能要出什么乱子 所以老公一旦有了一些风吹草动 她就会无限的放大 然后她会把这个东西 完完全笼罩在她心里 就会讲的 哎呀当时嫁给你了 哎呀我生活过不好 因为你这样我还是过不好 所以她就成了一个浓浓的阴霾 怎么样都划不开了 其实还是心里那股劲儿在跟自己作对 是我们说爱是相互的 更是平等的 桂花想要从丈夫那儿获得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她就必须从内心转变 当初那个不平等的期待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改变这夫妻俩 追与逃的现状呢 丈夫极力逃避的根本原因 又会是什么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对话解释说 其实这么多年来 丈夫一直都和家人保持着联系 这些情况她都知道 她之所以没有拆穿丈夫 是因为婆家人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但是最近她之所以重申 不让丈夫和家人联系的事情 是因为婆家人又开始影响他们的生活了 马上官去了几个月 后来她又说她回这儿打工 回这儿打工 打工之后我还把她拔她 用她腿不在地 天也弄了 一周四两半有点不吵钱 某个电话 我刚才打的申请给提报 提报下来 人家都要她的证件来 有个人看她 母餐一种身份证 啥都没有给家人家 寄出要的 老人寄来她说 哎 一二回来 然后打电话来 就不问她 她说她的身份证 她的身份证 都给她一上一上一上的 我说过来一套刀 都是个刀 等了两天她回来 她给我摔刀 我回青海了 青海是她大姐的 我说活样伤害 能接 同情大理不同情大理 找日子能接 还跳着想叫活不想叫活 你既然回青海了 能接再找一次生起来吧 就是不找生起来 你来来 我也得给国花打个电话呀 我给我电话 她咋坐车去了 你问她吗 我不走吧 我不走 桂花说 前段时间 趁他们两口子生气的时候 大姑姐背着她 偷偷和丈夫联系 并把丈夫 接去他们那里打工 一次来试图拆散他们家 所以最近 她才会反复强调 不让丈夫和他们联系的 桂花说的这些是真的吗 因为我那时候 没活 工地没开始 我也不想回来 我想到回那回去 找个活干 是你给你姐联系的 发龙解释说 当时是因为她想要找工作 所以才主动联系了姐姐 并非是姐姐联系的她 她觉得 在这件事情上 是妻子想多了 这个女方一直在强调 你跟你家人 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的 咱们发生了冲突 已去你姐姐那了 你姐姐应该来跟我沟通一下 让我知道你是安全的 觉得姐姐在中间 没有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然后她又纠结到这个男方啊 又跟姐姐是一会儿的 又来欺负她 我觉得咱们需要 当面来澄清这事实 所以对她姐姐打了电话 调解团队经过商量后决定 给发龙的姐姐打个电话 来当面澄清这个事情 她去你那时候 你知道她俩生气了 不知道 我不知道呀 她到那的时候 你也没说跟她媳妇 说一声她到了 那她打电话了 没打电话我不知道呀 她就说她过来找个活 然后她刚失望了 一身的病 就过来这儿看看病 咋就在那也没待 多少时间就回来了 她就在这里边 后来着急得很啊 她说媳妇一个人 后来在家 天冷了 后来送货干寒的 自己不放心 是你回来给弟弟接走了 是我妹妹家的 后来小丫头后来 结婚 我回去了以后啊 打电话 她就说后来到 找活我就在三名下 后来等着她给我一块过来的吧 在电话中 发龙的姐姐证实 发龙去青海 的确是为了找工作 并非桂花所想象的那样 刻意接走了发龙 而对于发龙两口子之间的事情 发龙的姐姐也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发龙的姐姐说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拆散弟弟家 她比谁都希望 弟弟家能过得好 因为弟弟的身体 在那摆着呢 所以她希望 弟妹不要介意这些事情 好好跟弟弟过日子 听到这里 调解员心里大概有数了 去姐那儿找个活 当然可以 你这会儿也跟她说一下 夫妻之间嘛 做到一个公开透明 听发龙这样说 调解员也感受到了她的无奈 思考片刻之后 调解员对桂花 也有话要说 事儿就是这样一个事 然后你爸 她分的可都知识叉叉 然后你再想知识叉叉 都怎么来的 她会都有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你烦恼就多了 她一直都不说实话 她一说真话 她换不来你 客观公正地去跟她讨论这个事 或者能够换位思考 能够理解她 你咋她一说真话呢 在调解员的劝说下 桂花沉默了 接下来为了进一步了解 她们夫妻间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帮她们化解矛盾 调解团队展开了讨论 女的呢 她一直是活在一个过去的受伤害当中 你看她结婚30年 有5年是在老家过的 25年都离家乡很远了 但是那5年经历的一些事情 可以说是说起来是历历在目 她其实是属于感觉型的人 事件虽然结束了 但是当时的那份感觉 却留了下来 当她这份感觉不被看到的时候 她就会不断地被放大 于是她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都可以引发她的这个神经链接 快速地链接到 曾经没有被满足的那些愿望 而她又特别特别愿意去表达 所以当她快速地去表达 她只是在表达 而没有让对方给她回应 调解团队一致认为 桂花夫妻俩 最大的问题是 妻子一直在抱怨 丈夫一直在退缩 丈夫退到无可再退的地步时 就选择去麻将室打牌 以麻痹自己 如果这个问题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话 发龙爱打牌的毛病 肯定是不会彻底改掉的 不从过去出来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未来 你觉得你是那个受害者 而且是不被她理解 和支持的受害者 我不只不希望她支持 我希望她给中间能调和矛盾 你抬头把你刚才这句话说给她听 我不能让她去支持我 让你让她 我就希望你给中间起个平和的作用 叫家庭告货 再告私 我跟她说坐在这里 抬头看着你 你有没有发现 她始终都是在这坐着 而且看着你 她为什么会这么行动 是因为我指令够清晰 为什么你吼了三十年 她依然不懂得 是因为你都是在说圣 而这些圣是她要去逃避的 在心理咨询师耐心细致的分析下 桂花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在与丈夫沟通中存在的问题 接下来为了帮助她进一步从过去的伤害中走出来 心理咨询师也从心理学的角度 对桂花之前的行为进行了分析 我们都以为是别人做的事让我们生气的 实际上是什么 我告诉你一个真相 不是这件事让我们生气了 而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再拽回来刚才那个事情 姐姐说帮你了 那是不是她的认为 是不是她认为她帮助你了 对 实际上有没有帮得上忙 对于她来说 她认为的是什么 那就是真实的 那是她的认为 你不接受 你不同意 你不一定非得去给她论个真假 对 而你论个真假的时候 你找不着她 你找到的是她 于是你发现 人家还在那边过人家的日子 对 反而你们两个人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糟糕 对 我爱就是有这样 我爱也脾气不好 人气 于是气 见妻子逐渐冷静下来 发龙也说出了自己多年来的委屈 我给她比面生气 假的 我从来都没联系过 一回都没主动联系过 她要生谁的气了 你宁可不跟人家联系 也想让你们俩 对了 好好的 不乱忘了 这我不是生气的 母婦来我去小区找点活干的 我从来都没乱忘过 所有志们们都在那里 谁家不乱忘了 其实我听听这话 我都觉得这个男人其实挺可怜的 你跟你娘家你也不联系 我娘娘说我联系 在调局员的劝述下 桂花承诺自己以后会放下那些过往的恩恩怨怨 见妻子如此 发龙也向桂花说出了自己的决心 看着这对原本矛盾不断的夫妻 愿意为了共同的家做出改变 携手向前 我们的调解工作顺利结束了 在这次调解之行的第二天 我们的记者收到了桂花发来的短信 她说 真心谢谢你们 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让我非常感谢 从今天开始 我会走出过去的阴影 开开心心 过好每一天 是啊 过去的都过去了 卸下了隐藏在各自内心的包袱之后 桂花和丈夫轻装上阵走向了未来的美好生活 我们常说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结合 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因为在两个人的背后 还有各自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 而这些关系 也经常是导致夫妻关系出现裂痕的关键因素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们背后的关系成为支持的力量 而不是问题的导火索呢 曹老师 这个难题又得抛给您了 其实你这个问题更多的像在说 小家庭和大家庭在相处的时候 大家庭如何不干预小家庭的独立发展 但其实小庆祥这个问题是很难的 因为在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家庭里面 这个小家庭和大家庭 它不是并列的关系 不是说我们中间可以画一个储和汉奸 谁也不掺和 咱们都是一个包含的关系 小家庭往往是被这个大家庭包裹其中的 换言之 就是小家庭当初这个组建成功 是因为有大家庭的扶持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既然最开始成立的时候 就有大家庭在其中有掺和了 那你怎么样能够拒绝以后发展起来 大家庭仍然不掺和呢 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个现实 要更好地学会和大家庭怎么去相处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桂花要想一下 你们组建的这个小家庭 其实还要部分地去依附于 它背后的那个大家庭 那么在这个小家庭当中 谁是领事的那个人 谁是大家长呢 其实是桂花 所以桂花以后建议 如果以后丈夫再跟她的家庭那边 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要交代的话 你跟丈夫说一声 以后你姐姐你妈妈跟你说啥事了 你得让我知道 其实与其说是 她自己觉得受气了 倒不如说是因为 你们在那边说那句话 没有告知我 所以以后啊 这个丈夫要告诉自己 提醒自己 有什么事 多跟妻子说 哪怕你姐姐你妈妈那边 跟你讲了一些什么事 告诉家里这个大家长 有时候多听听妻子那些话 从他那寻求一些建议 你的日子也会好过一点 谢谢曹老师的建议 有人说这个 现在很多婚姻的现状是 一边是不懂得退出的父母 一边是不知道拒绝的子女 原本两个人的婚姻 硬生生地变成了六个人的决斗场 六个人的婚姻太累也太杂 谁也找不到自己的主场 只有明确夫妻是婚姻关系中的主角 一个家庭的关系 才能够真正理顺的 好 咱们继续看节目 近日在河南省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颁奖典礼 咱们一起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近日2020年度河南法院李庆军市 十家法官颁奖典礼 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审判庭隆重举行 李庆军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立案二庭副庭长 从业以来 办案数量一直保持在全院前列 他从2014年确诊为尿毒症后 始终坚持带病工作 在正常上班之余 在家透析 直至2018年9月28日 生命的最后一刻 还在电话里安排工作 本次获得2020年度 河南法院李庆军市十家法官 分别来自郑州中院 平顶山中院 周口中院 河南省高院 临州市人民法院 洛阳市中院 开封市中院 商丘市 岁阳区人民法院 南阳市中院 和焦座市 山阳区人民法院 为他们颁奖的嘉宾 则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 而特别受邀请来的 李庆军法官的家属 马奉时 也在给获奖法官颁奖后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也请大家在干好工作的同时 也关爱一点自己 保重好身体 单位需要你们 家庭同样需要你们 我们一直也在推行李庆军市 这个我们这个厅长 他给我们传了经验 强调对刑任案件的实质性化解 让老百姓拿到判决书 都能够把这个纠纷给解决掉 达到这个定分指针的作用 某种意义上 它也是风桥经验的一个严惩 或者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践行风桥经验 努力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萌芽状态 也一直是我们风条玉顺 工艺调节百村行的宗旨和理念 也希望我们的行动 可以守一方安宁 祝万家幸福